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林后来遇到了上海地下交通员徐汉光 约好 等徐汉光买好书后 寄到王林当时借助的西安黄显身公馆 然后徐汉光就去上海了 到了上海 徐汉光与周文开始置办这些东西 而在上海的鲁迅 听说毛主席要买书时 便拿了一百元 给武党上海办事处副主任冯雪峰 让他买些金华火腿送去给毛主席 改善一下火 十 后来徐汉光 周文和冯雪峰先买了金华火腿 白细胞香烟和围巾 并打包好后 一起寄到了西安黄显身公馆 冯雪峰也于1936年5月28日写了汇报给毛主席 详细说明了 都寄了哪些东西 冯雪峰在汇报中说 此外有金华火腿八只系鲁迅送给毛主席 洛福 恩买猪人的 买的时候我请他多买了几只 因此 除了你们二人之外 请分一点给王主任 罗曼 林博渠 董碧武 张浩等人 这些东西虽然寄到了西安 但并未到主席手上 因为在半路上全被张文天吃了 后来 张文天对冯雪峰说 火腿和香烟被我们在西安时吃掉了 围巾倒是送到了 其实主席是知道鲁迅送了火腿半路会吃一室 但未跟冯雪峰说 而鲁迅听到火腿被人吃了后 立即又拿了钱给冯雪峰 让他买些火腿赶紧送去给毛主席 1936年9月12日 冯雪峰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这样说道 刘长将我送去之人与吴随意言歌 我今使之将鲁迅送给兄之火腿随便扣刘 尤为其有此理 我与吴如便谈起此事 鲁迅说 再送一点 我因吴之拥护毛 鲁 恩等兄之情难选 故仍将他购买的四只火腿交于兄亲自带上 后来 徐汉光把主席要的书 鲁迅送给主席的火腿 再次打包用东北军的军用大卡车送到了延安 接着 用三个骡子驮着 送到当时我党中央所在地保安 当毛主席看见书送到时 非常高兴 而主席看到鲁迅送来的火腿时 沉思了一阵 大笑起来 然后风趣地说 可以大嚼一顿了 毛主席受到鲁迅送的火腿扣 自己只吃了一点点 其余的全部分给了其他革命同志 1936年10月19日 鲁迅并试与主席深感悲哄 冯雪峰参加智商 喜欢的话多多关注 多多点赞 多多收藏 转发和评论 谢谢 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 欢迎品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章也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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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